OK,Live 了 大家好,愛在灣區中文網台 我是台長沈哲漢 今天有兩宗新聞想跟大家報導一下 第一宗就是關於香港 台長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一個瘋子 一位人兄看來應該是一位藍絲的人 這種行為是相當之不可以接受的 亦令台長想起當年拳王泰神 有一場拳賽 亦是打輸場賽不服氣 就咬出了一部份的耳朵 咬出了一部份的耳朵 我相信如果是看BOXING的人 都記得這一幕的場面 當時拳王泰神 大家都知道他好像是一位孤兒 很小的時候 就被一位教練發掘出來 這位教練 Cut the model 基本上是好像他的父親 他一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理性之後 他就變回一頭的野獸 所以現在香港 其實不管是黃絲或是藍絲 不管是黃絲或是藍絲 不管是黃絲或是藍絲 就是黃絲或是藍絲 在這個愛在灣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現在香港來講 不管你是什麼意識形態 什麼政治立場都好 很多人都已經失去了理性 去咬別人 根本不是一件人做的事 而是野獸做的事 如果你是代表某一方面的政治立場 即是多得你不少 即是藍絲的人全部都覺得 原來那些人覺得藍絲的人是野獸 好像頭猛獸一樣咬別人 那這些形象 你是不是真的想 為你那個政黨而建立出來 所以如果那些人 花少少少少的精神時間去思考一下 作出一個比較理性的判斷 那就已經可以知道 這些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尤其是在太古城香港 這些這麼文明的地方 這個星島就轉手賣去 首先我要多謝何先生 因為在三藩市來說 星島是提供給我們灣區的小市民 一個很重要的精神的食糧 好像我以前也在網台說過 那我媽媽是在這個洗衣店 即是當我小時候 即是她是經營的洗衣店 那你都知道那個時間是多麼長的 那就開著這個星島電台的收音機 那當時就是葉麗寧 林秀榮已經開始在這裏說的了 那就是 所以是一種很重要的支持來的 對於這些小商家 那我知道現在呢 即使在三藩市 即是唐人埠那些地方 很多的餐館 後邊的廚房 那些人都是開著那個收音機 去做事的 那所以 那但是同一時間呢 我也都真的想說 就是如果有人是有興趣去接手的話 那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改善的 那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做傳媒 也都聽我這個網台 那我也都不介意在那裏 作出一些有建設性的批評 就是我自己的主張就是 我們身處在灣區 就應該講一些 是對我們灣區的人有幫助的資訊 那不是經常都講一些政治 即是講那些是中美的那些東西 即是聽到聽到我都都驗了 很多時候會講台灣 講台灣 然後又罵一些黃絲 香港 然後又講一下特朗普 即是講這些是 我自己認為 世界大事 就 講一點點已經足夠了 反而本地的新聞 我從來都沒有聽的 很少聽的 即是本地的政客 譬如現在11月就來了 即是選票了 那你那個電台是 一天12個小時 大家都知道 譬如像華埠那樣 那個治安是 即是幾這麼差 現在 經常都有人去搶劫啊 是吧 搏玻璃啊 那些這樣 那有沒有一些實質的 具體的 資訊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小市民 知道這個市政府 究竟在搞什麼 那些政客在做什麼 那些政客在做什麼 我自己覺得 就真的沒有了 OK 真的沒有了 那你變成了一個台 只是好像 幫那些政客 可以做宣傳的一個宣傳的工具 那樣 那完全是對我們的聽眾 這樣 這樣 那就不要整天一美 講完那些 那些 那些 國家大事 世界大事啊 花很多時間 講這些 即是 對我們沒有什麼大幫助的事情 OK 我覺得 就是 如果是 有人接手這個星島日報 希望他們可以 pay attention這一點